外表强势的狮子座,其实是很好相处的一个星座,只要摸清楚他们的脾气,狮子座其实还是很温顺的,和谁都能很快的成为朋友。 却有这么一个星座,和狮子座时远时近,他们前面的时候简洁像一个人似的,疏远的时候也能好久不说一句话。 这个星座和狮子座的性格有些不同,他们是很内敛的一群人,不善于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,更多学后习惯一个人静静的思考,这个星座是谁呢? 当然是水瓶了,水瓶座的人喜欢独处,给人都感觉上尝试不太合群,他们表面都十分淡然,话也不多,和狮子座不太一样。 狮子座对上水瓶座,爱与不爱互相缠杂,不能离太远又不能靠太近。 狮子座的强势 狮子座的行动力很强,往往想到什么就会去做,并且一定要做成功。 他们容易冲动,心情都写在脸上了,狮子座不太擅长伪装,因此,很容易被人看透内心。 不熟悉他们的人认为,狮子座暴躁一怒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 他们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不开心,但是也很快就会冷静下来。 狮子座会反思自己,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冲动,可是真的升起起来的时候,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 他们有时候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,喜欢听别人的夸奖,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。 狮子座总是想成为一群人中最出色的那个,他们也具有强烈的自尊心。 狮子座害怕失败,因此总是不顾一切的去努力,但有时候,还是会在某件事上失败。 这个时候的狮子座会格外的伤心,并且开始否定他们的自我价值。 水瓶座的淡然 相比较爱冲动的狮子座,水瓶座真的是非常淡然的一个星座了。 他们不会把情绪表现在脸上,即使有突发状况水瓶们也是非常淡定。 这种淡定会让周围人对水瓶座不知不觉的依赖,所以,水瓶座的人员总是特别的好。 水瓶座智商很高,在学校的时候,常常能达到前几名的好成绩,因为他们善于思考,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。 所以,偶尔水瓶座也会让人感觉有些不合群,甚至是过癖。 大多时候水瓶还是能融入其他人当中的,因为他们清楚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,明白以为的拒绝别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。 水瓶座是难治一切,他们不得不为了事故而事故,当其他人散去的时候,水瓶座又会恢复到真正的那个自己, 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,不必须隐和任何人,所以,水瓶座非常喜欢独处,有强烈的个人主意。 狮子水瓶,不能离太远,也不能靠太近。 狮子座和水瓶座的脾气,可以说并不完全相同,也不是差得很远。 两个人的性格方面有些相似之处,那就是都没有什么很深的心机, 狮子座喜怒哀乐都会表达出来,水瓶座在面对亲近的人时,也会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,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。 他们都有真性情,性格里没有什么阴暗面,即使被现实击倒了,也会很快站起来,勇敢面对。 两个人性格的不同之处就在于,狮子座在恋爱里面是占有欲很强的,他们不理解水瓶,为什么时常要求一个人独处,对狮子来说,两个人不就应该天天黏在一起吗? 而水瓶座也不喜欢狮子座离自己太近,近得几乎让他们窒息。 即使是相爱的两个人,水瓶座也希望彼此之间留出一点空间。 狮子座和水瓶座,需要好好地掌握两个人相处的绝伤,互相让步,不能离得太远,也不能靠得太近,各自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,才能收获刚刚好的爱情。 喜欢格格的星座美文,记得分享收藏,关注也好运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的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